本场比赛 龚翔宇在出道之初,不接一船,以进攻坚长,正是凭借着进攻优势,才被狼平看重把他带到了里约奥运会。 里约一之后,龚翔宇开始参与接一船,两年来,下三路技术越来越好,但进攻却陷入瓶颈,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本有突破的迹象。 但亚运会上,却在一次陷入迷闹不可自拔,亚运会上,龚翔宇扣球得到52分,15分17分,因自私过多,宝社球迷扣病,瑞士女排精英赛。 龚翔宇自私被拦不但没有减少,而是愈演愈烈,第一场对瑞士,频繁扣球出界,而本场对意大利,扣球犹如撞强,频繁被拦。 两场比赛过后,龚翔宇共的13分,自私被拦送分多达10分,简直多得惊人,龚翔宇是中国女排精英位置的单家球星。 目前,杨芳绪伤病离开国家队,曾成来因年龄大状态笑话,伤病也是常反复,龚翔宇是唯一健康的接应,是锦赛。 中国女排如果想走得更远,龚翔宇必须在二号位分担朱晴进攻压力,起到牵扯作用。 如果像目前一样化身宋分童子,朱晴再强大,中国女排也走不了太远。 龚翔宇升高186厘米,虽寒跳出色,但与190多以上的攻守如朱晴。 博士科维奇,爱,格鲁相比,不具备硬吃的实力,面对欧美高篮王,扣球向下死类基本就等于撞墙。 巴西的加比,意大利的大波赛地身高的不足,180,但在国际排台却有一席之地,靠的就是平打接手。 在打手的能力,立约奥运会决赛时,慧若奇也出现过扣球死类,被连续篮死的情形,狼平在暂停时特意嘱咐他,小慧,不好的球不要往下类,过度过去就行。 慧若奇很好的执行了朗岛的意图,扣球通过滚弯,打手,效果很好,在半决赛和紧赛中都很好的支撑起了朱婷对角的位置。 市井赛前还有20天的时间,教练组必须要对攻详宇,扣球拼打或造打手的能力进行强化训练,否则,照目前的扣球手法,就是一个巨大的坑。 朱婷正一分,小雨送一分,这比赛还怎么打,小编绝无异于去黑龚翔宇,只是替龚翔宇着急,替中国女排着急,希望教练组引起重视。